玷污了全台女艺人的TVB《御用强奸犯》又出动,但原来她以前竟是儿童节目主持人。 入行20多年,自08年起,开始于剧集中担任尖角,因经常饰演强奸犯角色而被标识为TVB《御用强奸犯》。 强暴果的女艺人都是一线花旦,相信有追果栏中的江湖大嫂的剧迷朋友都知道,TVB《御用强奸犯》又重出江湖。 这次对象居然是港姐。对,正是是港姐冯莹玲饰演的小狼女。 阿弥陀佛,幸好是现奸,可真是吓死小编了,不过说起李天祥,就算是忠实的港剧你相信也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但只要看到他的脸就一定会记得。 其实竖数手指,李天祥出道也已经超过20年,虽然大多都是一些跑龙套角色及一些绿野角色,但他依然认真对待,用心去试验。 譬如欧纪十路2的线人,天地豪情的阿伟,见证十路的Andy,刑事珍级档案3的罗道峰,唐新风暴之家好月软的张志仙,攻心记的李佑,回到三国的司马尼,残情说样的张汉祥,虽然都是一些看法, 客串的闲角戏份,但却依然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李天祥更多的还是饰演一些强奸犯或者变态杀手的冷血反派角色。 多年的演技经验加上犀利的眼神,单单是气场就已经可以秒杀众人了。 就像在金矢梁园中,跟姚子林发生关系不止,还几图强奸中加薪跟朱惠尹,不少的网民都大骂,见到出之。 还有铁马寻桥中的坛中,蒲松林中的魏冲都分别强奸了唐世勇跟李斯辛。 或许是李天祥的反派形象太深入人心,就连在银楼金粉中跟胡定心的激情戏也被观众看成是强奸戏。 各位观众,小编知道李天祥演技好,你们都入戏太深了,来来来,抽离一下。 虽然有着强奸了全电视台女议员的头衔,但是一开始李天祥入行时可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天祥哥哥哦。 他曾经主持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极致Net小人类,而他在认子特警中饰演认子不认人的认子特警,编号999更是一众小朋友的偶像哥哥,更让他获得认子特警的称号。 颜值在线,演技也十分出众的李天祥在2008年,主持及电视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少网友都纷纷说是李天祥现象,以为终于熬到出头的一天,遗憾的是,还是未能获得奖项提名。 虽然多是饰演反派角色,但戏外的李天祥却是一个情深好男友,因为始终未能闯出一片天,不敢轻易许下承诺。 不过幸好有另一半的支持,在去年10月两人便已经亲自结婚,又担当的他也终于给恋爱六年的你有一个名分。 小编还是那句话是金字总会发光的,相信总有一天,李天祥会遇到他的博乐,好好发展,祝福。